强台杰拉华刮起十米浪 花蓮风飞沙 中央气象局昨天凌晨发布 强台杰拉华海上台风警报 东海岸昨天入夜后风雨增强 十米巨浪如炮弹般炸击消波快 才被天平台风重创的绿岛与蓝雨全面戒备 海空交通全面停驶 虽然绿岛风雨还不大 但昨天早上已剪辑撤出200名游客 蓝雨昨天下午2点出现16级长正风 4点就停止上班上课 索性生活物资人足够做好防胎准备 花蓮立物溪河床昨天还吹起风飞沙 包括新陈秀林和市区居民都感受到沙尘威力 饱受吃饭沸刷的痛苦 遇上台风的游客 路过波涛汹涌的东海岸 还执意冒着风雨下车观浪拍照 哪边来的啊 哪边来的啊 中央气象局虽预估 暴风圈不会直接触台湾陆地 但受台风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双重影响 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 今天恐有超大豪雨 这块明天清晨就有机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东新闻综合报道